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仙迪 提提大家,第二階段疫苗通行症今日開始生效 市民想去餐廳吃飯、入戲院看戲、去髮型屋展法 都要看看是否符合一針鹽氣、兩針進來的資格 而到了五月底,門檻更加會提升到必須打齊三針 是否感覺很安全呢? 仙迪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中過新冠 但有專家說過,香港已經有三、四百萬人染過疫 在這三、四百萬人裏面,究竟有多少人是中疫之後有去求醫的呢? 還是有不少人都是中了疫,響應政府居安抗疫 病迷自己在家裡吐七天,好多連醫生都沒看 部份甚至連成藥都沒拍 這類案子仙迪識不少,簡直不應該用大有人再來形容 叫排山倒海就差不多 好了,港官看待一個這樣性質的病 能夠用疫苗通行症第一、第二、第三階段感 左隔未打夠針的人士賣各衛生 好話不好聽,連你父母、你的另一半 都給不到這份安全感給你了 嗯,I feel so safe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就恨不了了 白宮日前宣佈他確診感染新冠 成為現界政府染疫的最高層人士 蛤?他這個月一號,只打完第四針而已 美國很快地研究一下 是否有需要限制不打夠五針的人士 不可以跟別人接觸了 記得要走在疫情前面,味與籌謀啊 正如專家所說 打針可以降低重症、死亡風險 其實怎止一腦一笑 就連之前屯門某藥房一家四口沒有打針 結果齊齊中疫,後來又齊齊好回來 相信他們現在都已經炸炸臨打了針啦 事關這一家四口,就算不用喝茶 不用見孫仔 但他們分工都要出入商場 亦周不時要在村內商場餐廳吃午餐仔 不打針?功都沒得開呀 莫說吃午餐 當然啦,這一家四口已經成為了孤例 想舉多個沒打針的康復例子都難 因為自從政府新聞處取消公佈 涉及每一個確診患者資料的附表 外界想逐個起番確診患者有沒有打針都無從入手 想舉多幾個這種不打針、染了疫 好回來之後都走去打針的例子都不易啦 打得針多自有糖食呀 對於仍然不肯打針的人 有建議就說了 可以用獎勵手段吸引這幫人去打針 只不過林鄭就說 全世界都沒地方會派錢給市民打針 不是啦,年年考第一的人中龍鳳 竟然會鄙視創先可 喂,全世界都沒地方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 不斷走去驗污水 驗到有毒就要人整棟樓落街強檢啦 那要不要取消呢? 還有,全世界仍不見得有豐原村 是會送鮑魚冬菇 那請問,第一那個在做第一那個之前 他去哪裡找過第一個來做他的楷毛呀? 吳掌但又吳立法強制全港市民打針 但就炮製一大產規規條條出來 哩哩牢牢,鬼那麼熱鬧 問題是,下面做執行那幫 消不消發得來,都是個問題 敢不敢負責任,又是一個問號 上有政策,下有社責 最終受苦的,豈不是又是市民? 藝人曾光日前被發現 在檢疫酒店房間倒閉 有指酒店職員對於打開房門 取態非常慎重 就算帕門沒有人應 政幹家屬要求用後備時打開門 看看出了什麼事 亦被告知,請先問准衛生署 雖則說生死有名 但如果當局能夠考慮到長者 或者長期病患 被安排獨自在檢疫酒店隔離的風險 又或者即使在需要獨處酒店隔離 但各單位做事能夠人性化一點 問題能夠及早被發現 悲劇是否可以避免? 即使每個人都難免有酒的一日 但正如曾光生前演過的一出 《鐵金剛電影》的戲名那樣 可以 《Die Another Day》 規衛生防護中心事後回應說 酒店應以常理 考慮授檢人士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 不用每時問 現在問題不是正正出在 下面做執行的 多做多錯 不做不錯 港官對這種不想揹飛 不願負責 毫無認知 怎樣指望他們制定防疫政策時 會考慮到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處境 會為他們把風險減到最低? 坦白說 檢疫酒店到訪門 已經不再是一道訪門 而是和港官以至社會上一眾 恩群僵化思想閉塞的人士一樣 變成了聖經入面的紅海 只有被神所揀選的摩西 才可以開到、通到 靠他們本人或者一些等閒之輩 都只會是 這件事不是我跟開 你這樣我好難做的 好啦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甚麼看法? 是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